大家我是暴君 年轻女孩住下一间老旧公寓 一夜之后竟然老了十岁 皮肤一扯就破 想要解除衰老诅咒 就必须找到下一任主客 一起来看看这部奇幻电影 《魔力蕾丝店》 一个老太貌似是风势发作 在地上爬来爬去 还从身上掏出了长条的蕾丝布条 一边就在冰柜的一角 另一边抛出床外 这种窒息的操作 一看就是想学成的 玩笑特技表演 老太刚爬到床外 就在这房里的空气 竖起了宗旨 好像逃离了什么魔爪一样 毕竟年纪也大大 有这样的灵活性 已经非常难得 只是一个不小心重心不为 甩到地上当场生亡 未睡 布条像是湿了法一样 缠住老太的脚 将大肿从外拉进了房里 凶宅 绝对是凶宅 美丧女肉食 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面积南飘 谁知南飘是个多情的人 喜欢搅大着N条船 玩劈腿 手势有利于书筋活肉 一往下半身谈患 中风什么的 肉食当场就抱走了 一个人来到外面租房中 正好看到这房子这么便宜 就打算租下来住一段时间 房东看到肉食这么爽快 立马亮出河头 之前的猪客老太 也收拾东西准备开店 一副逃命的样子 住进新的地方 总免不了要打扫一番 肉食又是刷枪 又是收拾的 总算是打扫成的 一个住人的样子 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心情也好了很多 但奇怪的是 打扫干净的地方 没了酒又会变成 原来一样邋遢 就好像时光倒流了一样 这样来回告了好多次 还是原来的样子 还是一样的邋遢 更加诡异的是 肉食开始慢慢变得憔悴 一夜之间好像老了十岁的样子 告了他以为见鬼了 当地上房东提出退房 无奈河头里面阴性规定 必须要找到下一个住客 才能办理退房 而且这个条款 还是用非常小号的字体写的 黑面显示属于故意欺骗的行为 肉食之间来到医院 打算做个医疗鉴定什么的 说明自己确实是因为退房 导致身体出现了问题 但医生却不太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还问姓提醒肉食 最好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肉食不敢再回公寓 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随着第二天早上醒来一开 又老了二三十岁的样子 一夜之间从中脸不如老脸 房东好心提醒他 乖乖在家里就好 坐到越远的话 摔了就会变得越快 只有找到下一个住客 一切才会停止 只是肉食内心比较善良 不想去祸害别人 打算一把火烧掉这该死的房子 刚想点火的时候 肉食突然一阵抖动晕了过去 房东及时赶到 从大桌里撤出了一块雷丝布料 就才将肉食 从鬼门关那里拉了回来 之后房东说出 有关这间房子的事情 这座公寓旁边 之前有一所小学 在学校上学的学生 基本上都住在这座公寓 后来不知道怎么定 学校就突然关闭了 公寓也变得冷气 没有了冷气 从那之后 公寓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 害怕变得孤独 租进来的房客 也因此逃离不了他 只能一直住到死亡 或是优偏另外一个人入住 肉食找到男票杰克 寻求帮助 杰克却以为他是肉食的男的 而且杰克也已经脚踏银条出来 不管会打理肉食这样的老年者 再次回到公寓 肉食发现房子 为了准备了吃喝的东西 尝了一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很快一对小群女 想要竹下肉食那间公寓 肉食一眼就发现 这次杰克和他的新官 善心了他 不认信杰克也变成老怪物 最终阻止了杰克签下合同 接着空住了所有人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肉食慢慢和沙发融为一体 只剩下一堆衣服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即使男票这么渣男 肉食肠就对他一往情深 没有户外这个曾经爱过的男者 而是选择自己去承受死亡 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尤其就是爱情的伟大魔力